許多年輕好手學生時機表現亮眼 畢業之後選擇旅外發展挑戰自我 不過最近幾年也有許多球員 選擇反台加盟中華職棒 中信兄弟的新任守護神呂彥清 在2021年中華職棒選秀會 被中信兄弟首輪第三順為挑政 是該屆的選秀探花 在反台加盟中職之前 他在日本職棒效力版神虎 不過在2020年未獲續約 回到台灣之後 一開始擔任先發投手 第一年出賽13場有11場先發 交出兩勝三敗防御率4.60成績 隔年開始呂彥清也被定位先發 不過只出賽一場就被轉往後援 轉任後援之後的呂彥清表現很出色 季中還締造了連續24局 沒有失分的對死記錄 季末甚至還代替黎正昌 扛下終結者 到了季後賽呂彥清的表現 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10月31號在季後挑戰賽面對衛權 他稱職扮演柴膽專家 連續化解龍隊的攻勢 而且在總冠軍賽的瘋王戰 呂彥清在第八局提前登板 先上對方擊出雙砂打化解攻擊 並幫球隊順利守住最後一個半局 躲下二零霸 最近話題十足的經典賽 呂彥清也有相當優異的表現 大家不妨可以期待 經過這些大賽洗禮之後 呂堡可以攪出什麼樣的表現 忠信兄弟另位牛棚的重要戰力 李正昌也是海歸派的成員之一 呂外資歷比呂彥清更加顯赫 2013年7月11號 李正昌正式登上大聯盟 當時名叫克里夫蘭印第安人 成為臺灣第九位登上大聯盟的球員 離開美國之後 二零一六年 他加盟日本職棒習武師 可惜表現不佳 沒有獲得續約 重返美國職棒體系 表現也不如預期而選擇反台 二零一八年 他在第一輪第三順位 被忠信兄弟挑中 他的加入 讓球隊牛棚戰力大幅升級 在中華職棒的五個賽季 李正昌出賽兩百二十四場 全部是後援 投出了兩百一十八又三分之二局 飆了兩百六十四三成 因為八十三次救援成功 和二點五一的自責分率也夠水準 是忠信兄弟奪下二連八的功臣之一 今年的經典賽 他也有優異的投球內容 相信新賽季 李正昌和呂彥晴 都會是黃山軍的重要扭空戰力 忠信兄弟的本土 牆頭鄭凱文 也是鄭中海歸派的學長代表之一 學生時期的Kevin 就屢屢在國際賽投出兩年表現 大學畢業之後加盟日本職棒的板神虎 二零一三年轉隊到橫冰DNA 可惜沒有辦法投出理想表現 二零一四年以選秀 狀元姿態加盟忠信兄弟 三年鄭凱文 展現王海投手霸氣 十一勝防御率二點四八成績 拿下聖頭王和防御率王 也入圍年度MVP 隨後幾年鄭凱文 奔在先巴或者後援出賽 都有非常優異的表現 九年的中職生涯累積七十一勝 六十五次的中繼成功 還有六次的救援成功兩年數據 烏拉體育台 專題報導